7-8吧 6-7吧 9分喔 我還是覺得5分還是 7-8分吧 我覺得 我應該會打5分吧 給他們7-8分喔 因為他們才剛上任不久 也不知道他們能做到多好 所以就有所保留 因為他們看起來很忙喔 從大選贏了過後 然后几乎每一天就有新的政策啊 或者至少他们会报导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在行上啦 虽然我不是很...不是有更正式 不过在朋友网站上面啊 WhatsApp啊Facebook都看到啦 因为在他们执政这短短几月一个月啦 他们已经有做出很多的改变啦 比如说就是学校啦 GST就是降低为零了咯 然后还有他们就是JBJ也是有行动了啦 就是他们做了很多东西哦 在降短的时间里面 而且我们的首相也是很大年轻好嘛 我觉得他们的效率也蛮好啦 因为我觉得当然新政府换上来 一定要有一些时间给他们去 在进步在学习当中啊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社会做很多事情也是 刚上任的时候会有一些要一些时间去buff这样 虽然当然不能做到特别好 所以一下硬上任就给他们10分 肯定是不可能啦我这样觉得 满意都是比较偏向于在慢慢往好的方面在走的 就很多东西是可能以前没有做到的啊 现在可能有慢慢看到有一些进展 满意啊因为至少知道他们有在做东西啊 然后东西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像是从零GST开始啦 又给时间就不是马上实行SST啦 有三个月给政府部门他们要调那些什么system啊 这样子 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很有计划性的哦 还可以 他们会比较公开公正的处理事情哦 我们就是一直正好过后 他们就去公开那个1MTV的那个财政的状况 给我们全部人看哦 没有像以前这样子就是锁掉 不给全部人去check啊还是怎样哦 就比较公开公平啊 给全部人都懂他们在做这什么事情 算蛮不错满意啊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一定要换政府啦 因为反对党存在是一定要的 一定要一直在替换当中有 有替换啊有竞争才会进步啊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人一直统治的话 那个人独裁我觉得没有差这样 好像现在马哈迪他们cancel那个 从那个火车从基隆坡去新加坡的啊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idea啦 因为只是省那个几个小时咯 你需要花那个几百亿呢去做一个project 所以我觉得不值得咯 过他们也是好像要建一个独立的那个 那个anti raswa的部门啦 所以我给他们七八分是 他们是不会像拿鸡那种啦 会吃钱这样啦 学生的优惠啊 还是可以做到比较好一点的 因为现在他有各种不一样的公司 可能你有两三间不一样的来 KTM跟RT 他们需要两种卡 然后你要特地分别去申请 所以可能的话 可能你可以一致同志来 只要你拿着同一张学生证 你不需要去特地申请别的卡片 想办法把油价压抵回 然后就最重要可能就是把马币提升 通常都是长远的问题 就像我们国家的经济问题啊 都是长远啦 他们他们已经设立了那个 Tabong Parapan 那个就是可以捐钱给旧政府啦 我觉得这些已经马上实行的 其实能帮助到经济了 长远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就这种关于那个教育的问题啊 已经二三十多年了 还没还没搞好啊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环境问题啊 环保问题啊 我觉得我们国家还蛮落后的 就比如可以给一点学生津贴 兼定家长的负担 然后给那些大学生这样 批准批准这样子 给他们负点责任哦 但是也不要很像以前那样子 要吹他们快快还啊 然后backlist他们还是怎样的 就给他们一些时间 给他们找到工作啊 过后再去慢慢负起这个责任 本地的干方面一定要改变哦 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些小学的那些 他们的那个读书那些 读那些moral啊 那些和睦啊 都是我觉得不需要 现在应该cancel掉啦 那些subject啦 所以本地的干很多这些东西 比较有改善啊 大喜山坡 这能量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